骗了中国人几十年的非夺卢定巧 听众您好 大量关于夺巧勇士的宣传文章中 最多最典型的描述差不多都是 22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待遇 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 而在那些越拍越狗血的电影电视剧中 就更是十倍百倍地表现了这密集的待遇 不信你看吗 手瞧敌军的轻重机枪 冲锋枪一挺接着一挺狂吐着火蛇 纷飞地枪弹打的铁锁火花四箭 夺巧的勇士冒着敌人的弹雨 一边攀爬一边用穿越的斯登士和M3奋勇还击 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点的战术常识就知道 你如此吃剩的火力封锁 就是一百多米的开阔地 想通过也是难的 何况悬空的一百多米光溜溜的铁锁 在那上面攀爬 想快又快不起来 想规避又规避不了 有那么多机关枪 却阻挡不住22勇士的攀索进攻 你信吗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 2005年在史丹福大学的演讲 说到他1982年时间 存衣与邓小平会面时 谈及飞夺卢定桥 邓说 嗯 在我们的宣传中那就是这样了 我们需要他表达我们的部队的战斗精神 事实上 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另一边只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 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戏剧化一些 旅营作家孙淑云在2006年出版长征一书 曾来到了卢定桥现场考察 他对当地的一位老铁匠做了采访 老铁匠的正言如下 桥的另一端只有一个中队 那天再下雨 当他们看到红军士兵的到来 他们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他们的官员早已抛弃了他们 并没有太大的战斗 红军22勇士飞夺卢定桥 是最近这30多年以来争议较多的话题 今天根据新发现的史料 再说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守城部队的兵力问题 关于红军要夺取的卢定桥对岸的守敌 从很小的时候就读了无数遍的文字 是这样描述的 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 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攻势 这守城的两个团 是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 红军要攻取的卢定城 一直到夺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 即1935年5月28日天黑以前 除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县的民团大队 还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助手 国民党军卢定的防武 属刘文辉属下川康屯肯司令部第二履于松林部 但鱼履的防御重点在康定而不在卢定 摆在卢定的只有包括两个联心兵在内的四个联 而且根据蒋委员长在大渡河以南对匪作战 应用择腰恶手 各城镇之兵力部署则能固守做长久之防一族 不需多留守兵的威操 这四个联权都不在卢定城里 而在巨县城50多公里的菩萨港 蒙湖港一带 卢定城没有一兵一组 安顺场渡口失守以后 敌人对红军下一步要夺取卢定桥的企图还没有判读出来 到了27日 刘文辉终于真知红军正在向他逼来 于是在这天的傍晚 向所属二旅于松林 四旅元庸等部发出特级的赶友店 辉计划如此 一、康房由于邹两负责 二、元旅需团结兵力 以掩护卢定为主任务 在卢林平附近设防 着派一步聚合之险 在沈村获齐以南厄匪上窜 并对匪游泥投掷卢林平间之爱鲁注意 等因 收到刘文辉电令后 第四旅旅长原庸这才开始布置卢定的城防 可该旅的三个团 第十团在飞越岭一带 第十一团在海子山一带 正遭到沿东岸上来的红妖狮的猛烈攻击 自顾已经不暇 只有李全山第38团嵌第一应 在距卢定城较近的冷气一带 尚未受到打击 元岁令李团迅速以防卢定城 三八团得令后 最先是选派第二营 因因不算太大 身体上见的二十多个兵 在林长饶杰的带领下 于28日天黑以后赶到卢定城 接着是周桂三的第二营 于当晚二更天赶到 带团长李全山带主力赶到时 已经是29日的凌晨 当兵的气还没喘过来 大烟瘾都还没来得及过一下 就被驱赶着拆桥板 桥板还没完全拆光 对岸的红四团昼夜间城240里 已经赶到了桥那头 两军隔阂的枪战打响 而且再也没有停止过 到了当天下午十六时左右 也就是夺桥战斗打响稍早的时候 守军三八团得到击报 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的 红妖师先投二团 此时已经击溃第十11团的防线 正在逼近卢定城 马上就要抄了他们的后路 李全山和手下亲信一合计 不行 再不跑就让人家给包饺子了 于是留下周桂三第二营段后 李团长带着团主力撒鸭子了 所以 最终留下守桥的就是三八团的一个营而已 这一个营也不是早已筑好公式 而是连简易公式都没来得及做 就仓促进入防御的 二 关于守城部队的火力问题 鲁定守军的火力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桥东的守军 是川军刘文辉部 而川军的装备 这一支和那一支往往有着天壤之别 土城之战的刘香川军 是特别的精良 而邓 田 刘布川军 则占了另一个极端 是特别的拙劣 劣到什么程度呢 请看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是怎么说的 有人问一个曾在卢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 为什么红军在夺取卢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 他说 意味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 子弹都潮湿发霉了 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川军的步枪打不到对岸 当年直接参与大渡和祖基红二团的川军张伯燕二四军参谋长 杨学瑞二四军第五旅旅长 张怀游二四军第五旅参谋长等和写的回忆文章中也有说到 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 部队由山下向野诸港山顶养工 唐卓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 用机枪辐射山下红军 但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 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支射程有限 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 只有向山下养工的红军射击 看到没有 红军可以从对岸打他们 而他们却无法打对岸的红军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枪够不到 大渡河不过百多米宽 按说再差劲的步枪 也不至于打不到对岸呀 回答这个问题 要多撸索几句了 抗战前军阀割据 各路军阀的步 机枪主要产自本军或本辖区 能用武力控制的兵工厂 但兵工厂和兵工厂并不一样 因而出品的步枪的质量 也是参差不齐 川军邓田流等自造的步枪 就是质量最差劲的 没有之一 川造步枪刚刚出场时 和洋枪没什么不同 表尺与射表也是相对应的 但由于枪管刚制不行 打不了多少发子弹 弹线就磨浅了 磨没了 线堂枪没了弹线 射程自然就会大大降低 弹道也就不是出场时那么低深 而变成高于出场时不知多少倍弧度的抛物线了 弹道改变了 射表就应重新测算 然后才好根据射表调整表尺 可问题来了 谁给他测算这个射表呢 没谁 不能重测射表 安出场时的射表定表尺 那只能是苗头打脚 甚至连脚都打不到 川造步枪不仅射程差 故障还多 据曾任二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技术 再围堵红军长征纳震尔 刘文辉部士兵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枪根本打不响 不过是吓唬老百姓的道具而已 再说机枪 刘文辉部第38团 有机枪连一个 也是赶到了卢定城的 那时机枪连是四挺重机枪的编制 但具体到这个三八团 我看他能有二挺就不错了 而且在李泉山带团主力逃走时 只留下了二营 没有留下机枪连的记载 到底这手桥的部队有没有机枪 还得打个问号 轻机枪如何呢 抱歉 刘文辉的兵工厂不能生产轻机枪 其割据的地区没有出海口 也买不来轻机枪 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土著军阀一样 那时的他没有轻机枪 综上 守桥的川军形部成书本和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密集的火力 三 关于夺桥红军的火力问题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后来的字述中 有一句一带而过的话 有曾庆林指挥全团百鱼挺轻重机枪 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 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 百鱼挺轻重机枪是什么概念 一个团百鱼挺机枪 那是抗战时国军主力才能达到的标准 当然 这百鱼挺机枪并不是红四团一个团的 到5月29日16时战斗打响前 乔西红军除了红四团外 红六团一部和红腰军团教导营也已赶到 统由红四团指挥 杨成武说的这百鱼挺轻重机枪 包括了红四团 红六团一部和军团教导营全部的机枪 有人可能要提出疑问了 即使是一个加强团 就能有百鱼挺轻重机枪吗 这又要说一说红军的装备情况了 因为全靠缴获来补充 战斗优势异常的频繁 因而红军的装备变化也是特别大 这就像叫花子吃饭 有时饿得不行 有时撑得不行 特别不稳定 陈云甲托连臣之名于1935年秋发表的 《隋军西行剑文录》中 曾说到红军最喜欢与中央军打仗 意味可以搅到洋枪 对于川、前军的枪则看不上眼 缴获后往往复之一句 比天幻战争年代撰写的红四方面 军在川北的发展与建设一文中 也如是说 10月中旬抵俄北早阳星级之战 杀伤敌数千 或自动步枪 机枪各三十余架 步枪迁于破坏弃核而去 继续北进 将迁于支缴获的步枪毁掉扔进河里 奇怪吗? 一点不奇怪 有于长途转战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都有将缴获的枪炮大量销毁的记录 有的时候 因为枪比人多 甚至一次两次三次的销毁多余的枪支 经过了大量如此的轻装后 你想想红军手中留下的都会是些什么枪 大渡河战役的前两个月 国民党追缴军的前敌总指挥薛越 在3月6日打给蒋介石总部的电报中 有这样的内容 据投诚赤匪共称 一匪支现有实力 一、领标一军团6000余人 枪约八成 二、彭德怀三军团4000余人 枪约八成 教导团有枪900余支 特务团轻重机枪230余艇 还是这个削月 在3月20日打给蒋总部 又经蒋转给追缴军总司令龙云的电报中 有这样的内容 据辅匪共称 伪三军团线编为第10、11、12、13等四个团 每团三营级机枪连 每营三连 每连九班 每班十二三人 轻机枪两艇 红军一个团230余艇轻重机枪 每个班两艇轻机枪 这数字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难道是薛越跟蒋介石摆的乌龙 未必 对这个数字 不敢确信 但也不能轻易正否 我看应谨与刘毅 要知道薛越不是军盲 薛达给蒋介石的电报也不可能视而戏 当然 以上所列 都仅仅是极少数个别情况 绝大多数情况下红军的装备 比国民党军是差很多的 但是别忘了 飞多卢定桥 就恰恰是极少数的个别情况 不管怎么说 杨索说的这白鱼艇机枪 还只是孤正 所以我也无法确信 但退一步说 即便将这白鱼艇减去一半 甚至减去三分之二 也是对岸守军的十倍以上 一而乔西红军的火力远远强过乔东守军 这是铁定无疑的 四 在突出22勇士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同时 双方火力的严重不对称不容忽视 长征中的敌我对比 不论兵力还是火力 总的来说是敌强我弱 这不假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战斗都是敌强我弱 因为每战集中强大兵力 兵器 对敌形成压倒优势 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的一贯战法 鲁定夺桥之战就正是如此 此战 我之火力配系远强于敌 至少在十倍以上 除了前面说到的机枪火力的优势 红军还特别擅长狙击作战 尽管那时还不流行狙击这个词 这从安顺场战斗 也诸港战斗中敌机枪手屡屡被爆头即可见一般 夺桥战斗自然也不例外 安长时 假如我是火力的组织者 那我肯定要对重点目标进行编号 然后区分火力 急与监视 并分别对各火力组交代 你们小组这几挺机枪 还有你们几个特等射手 什么都不要管 你就给我压住X号目标 绝不允许他把枪打到桥上 而实际上 红军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 从地形上说 这对我当然是十分有利的 西岸的红军可以有效抗制东岸敌军 卢定桥两岸西高东低 当22勇士开始出击的时候 数十倍余敌的机枪 上千支步枪 众多的特等射手 据高临下压制东岸守敌 0-4挺老旧机枪和射程 与京度都极差的几百支 未必有几百支穿造步枪 那是怎样的一个暴虐 可以想象到的 只要东岸守军哪个目标枪一想 西岸红军必将会是暴风雨般 10枪20枪的覆盖 那么守军打枪的这个人 也就休想再有打第二枪的机会 如果守军有机枪 将更是会受到对岸多个特等射手 和多挺机枪的重点关照 想发挥作用也就基本不可能 用长征使专家双十的话说 川军手里那些土枪 至此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发言的权力 在如此不对称的红军急火压制下 留下断后的这几百残兵 能不能抬得起头来都是个问题 就是有不怕死的敢于冒着红军暴风 一般的火力举枪射击 凭他们手中那破枪 能形成对22勇士密集的待遇 打死我也不信 所以 各媒体自媒体描述的密集的待遇 电影电视剧里表现的密集的待遇 有是有 也足够密集 但这待遇不是赢着勇士们的 是伴着勇士们的 是护送着勇士们的 飞夺卢定桥的胜利 靠了22位勇士气吞山河 撞怀激烈的大五位英雄气概 也靠了红四团一昼夜奔袭 240里夺取的战机 也靠了对岸红二团一路展观 夺爱给守敌造成的压迫 也靠了成功集中的我兵力 火力对敌的绝对优势 也靠了天柱的高于东岸的有力地形 等等等等 是诸多因素综合运用的结果 有了这诸多胜利的保障 22人才称其为英雄 故意隐去这些成功的条件 那这22人只能是金刚附体的神仙 红军通过卢定桥后 毛泽东令红九军团政委 何长公带对手到天拳那边 打完才带部队北上归队 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削月部 没能强度过河 6月2日撤走前 何长公下令 将九条底锁每隔一条剪断一条 共剪断四条 导致行人只能扶住铁锁 慢慢通过卢定桥 柳香花了好几万大洋 有猪铁匠的父亲花了几个月修复后 桥才能使用 据2003年当地86岁的老人 李国秀老人的目击陈述 他看到有22个红军过桥 老百姓在前面带路 红军跟在后面 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 掉进了河里 桥上没有木板 只刮住铁链 用墰炸 炸占卫地 带�� 大面 转赏 不 硬 词 当 吼